自從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台大醫院第一次的正式的發佈這個聲明 這個聲明就表示 試圖告訴所有的社會大眾 台大醫院已經說 證明就是連聖文先生 他是真的在那邊受傷治療中 我要挑戰 你挑戰什麼 就是我要挑戰對一邊 電腦為什麼沒有出來講話 而且只有花新聞稿 為什麼沒有醫生公囊出來講 然後接受記者的質詢 這裡面有鬼 你說要倒演的話 那當然持續這條的 是是 假如我們今天的社會 輪到剛才我講的表演的這一段 不 這一段不是表演 就在謊話新聞裡面 類似這樣的講話 那一天只有花言人講 為什麼院長不敢出來講 這當然是有問題 一樣的 這麼說就有花新聞稿 人不敢講 不敢講就是不敢接受記者的質詢 這個不敢接受記者就是有問題 你知道 我們的社會 什麼時候墮露成這個可怕的樣子 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可以容許這樣的話語 然後假新聞自由之名 假言論自由之名 公開的就在媒體裡大放截止 然後大家可以點點 可以不及逼半 這是不對的 什麼時候 一個有人性悲天悯人的台灣人的心 變成了只有政治的鐵石心腸呢 什麼時候 一個人因為好得快 因為一個人手術因為太順利 因為一個人運氣好一點 結果因為好得比較快 既然是一個問題 既然還要懷疑 是不是最好 等到一直把X框片拿出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還有質疑的 那當然你永遠 永遠先一觀了 人沒有出來 沒有讓我摸一摸 那兩個都是真的假的 我認為還是假的 這個是一個可怕 可怕到 更可怕的是 可怕到 有這樣的媒體 還在提供平台 那種事情